所以你首先有点攒钱 然后再给他看洗脑 让他也出去 你今天好多了 今天就光嗓子疼 他昨天晚上也是断断续续 就光喝嗓子疼 慢慢睡觉睡了 现在不发烧了 嗯 嗓子 嗓子咬着 满东西泡着 你说疼不疼 嗯 你酒大里长一个泡泡 你都疼了 喝水就满东西 都疼 咽口痛了 所以今天 他不能吃硬的东西吗 最好吃的东西饭 要面条的都是 你得给他包个饺子 再来看一下 就过山出 你现在拼到多少夜了 45还是50度 你过多少夜 1170 我还得再拼三斤 慢慢拼别急 让我看 嗓子 嗓子好多泡着 大色的小泡泡 哎呀 黄瓜饺子 第一次说 最近 好多地方都流行 这个 泡人生 咽下盐 现在并不挡这么多了 咱那时候小时候 就没有这么多 乱死白刀的病啊 嗯 也有吗 咱小时候没有这个病 嗯 现在才不够 不过那个手足口 一个不够多 换点盐 腌个10分钟 沙一沙水 红萝卜 这个病是 又严重 然后病腾又长 得10天半个月 但以前就得过 一二二月的手 就10到15天 吃就好 嗯 他的病 还是要炒着吧 鸡肉 开饱 我也给它饱 拿点瓶 你在这拿吧 以后拍杆 看 我也会饱 小家买了饺子瓶 又大又厚 然后这些是我重新加工了一下 擀薄了 然后也弄小了 那有小的饺子瓶 以后就买小的 大的煮出来跟小笼包一样大 看 热烂了 你把我都捏尽 脚皮有点擀 小妹 我自己包 自己想吃饺子 天太热了 今天又是成一包 三十八 四十多 差不多 我包着还可以 我觉得 你帮你自己吃 嗯 自己吃 嗯 自己吃 水开 开下 想给你一个挖下 你喝点水吗 三更糖 多喝水 我喝水 我喝水 三更糖 第一次喝不点 你烫点药 我烫点药 烫个药还让我烫 烫点药 烫烫 烫点药 烫点药 这有肉喷不出来 多喷点多喷点往里头喷 不然我朝里头喷 没事没事 因为你要拿起来换一个方向 这样 好好好 好好好 你再转嘴里喊一下 好了 没想看牛肉这个大 这个太大了 这个就刚好 牛肉 又薄又小 开吃开吃 给他晾凉吃吧 他嗓子疼了吃不了疼呢 好 我们先吃了 你先在那拼肉糕 你听妈的 妈妈给你再拼我套藏片 你闭着眼睛流 把他喝下去了 你知道吗 你那个都烂了 烂了明天一节假 下午一节假 明天就好了 真的不行了 我来吃了 我把他拿着手底 你得给卖点刷 牛适 煎鸡 煎鸡芝麻 都得吃牛适 我要上头 你先吗 眼睛水要烫点 微脆 吃点微脆 你尝一下 你这能吃 我吃不了 我给你煮个浓稠面 你看 你把这薄的咬一下 那厚的就别咬了 你试一下 你拿手这样 不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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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别咬上面的硬的 看 你拿手这样 这样 把底下的薄的吃一下 就行了 不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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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肉受不了 你在那儿 躺在那儿休息 你给你煮点面条 你拿着吃一会儿 爸说给你买的喝的 你喝就行了 啥喝就行了 那啥 你给那啥 微脆费啊 啥呢 你给多烫了 我一天跑二烫 那你弄微脆 那个啥嘛 去外面的微脆 做胶片算了 他不喝这泡糖片 他先喝自己 不过 好吃不 哇 他咋咋死了 这团大烙的烙瓣了 那你把这也笑了 软了 你给我 我也吃 还想吃啊 还想吃那一吃 你看 你说你就手拿着 把底下软了 可能身边太硬了 把你嗓子戳了疼了 就把底下软了那一吃 哦 对 对 盐水 竖一下口 这两天西安的那个中烤卷出了新的高度 现在好像听说是600 600多分都上不了一个好的高中 嗯 600多 嗯 韩韩到时候考高中压力就更大 中考要考九门了 不知道啊 咱当时考考四门 比咱那时候多 加了个历史还是地址 好 总分能高一点 但是600分今年的高分比较集中一点 所以特别的卷 中考回流嘛 你他们老是都转发那套新的 哎 确实不容易 反正都是个卷 就是刚好想起了前两天 接美国 接待美国粉丝的那个朋友 人家是研究生才出到美国学习的 他说如果本科到美国的话 花比比较高 他当时给我说要么你高中出去 要么你研究生出去 我想一下研究生出去还挺好的 他说研究生花费也比较小一点 然后他就留在美国了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你觉得呢 大学他本科应该特别好吧 本科是 他是一个普通二本 他跟我说了 其实最近这个西安这个回流生卷的原因 其实家长也担心的就是 到时候考不到一个好的高中 考不到好的高中 就是竞争压力比较大 好不说好的高中 好的高中又考不到一个好的大学 最终就导致可能就找不到好的工作 其实最终的最终的原因可能就是 还是怕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 挣不到钱 那你就好好挣钱吧 把你把你把你为他送到 所以与其 与其这样解还不如 想办法研究生出去 你研究生出去 你还得经过中考高考呀 你的中考高考最难得都经过了 啥那个啥 你关键你出来之后搞工作是问题啊 这时候 核心是出来找工作是问题 不是说其他问题 还得他得考上大学才能出去啊 你考不上大学你咋出去 还得卷 考不上大学你咋考研究生 等于说还得卷 不容易不容易 反正这个事情最近闹得比较热 真正 因为河南那边的考生比较多嘛 嗯 就我们当时中考高考的时候就是 也有啊 有河南的考生 然后他们那个学习 还是护考 护考没在这边 但是一直在这边 从幼儿园开始上升到高中 最近护考没在 然后高三那年就回到河南考了 西安这边不让考嘛 嗯 嗯 然后就 护一年就能考 嗯 然后他们说就 嗯 在我们西安能考上一本 好的一本 在河南只能上个二百千 嗯 河南那边压力 河南那边学生压力更大呀 河南考生是最多的 全国最多的 反正今年这个初中真的是 卷出了新的高度 你看那个分布图 它有一个分布图 600分 都集中在600分 高分阶段 500分左右的都很少 不属于一个正 正态分布 简直就全都集中在高 高分阶段 所以 特别的卷 不得现在都学习那么好吗 那的 每天你想做卷子 做事情多少分卷子 能学习不好吗 不得了你都没有熟 没问题 韩韩你只要加油 我觉得女儿子以后 考大学都是个问题 你还送她出国度研究生 你要不卷出一个本科生 真的肯定有难度了 反正那天就跟 从现场图回来 那个粉丝聊了几天 然后小佳那天回来 大车大午 他那天晚上十二点 你回来 他还跟我在 半夜我俩在聊天 他又下了很大的决心 就尽力尽能力 就最想把 我送出国 最起码要研究生 最低标准 就得研究生送出去 因为我觉得 确实你卷真的是 有时候卷不动 他之前有那个想法 但是不那么坚决 然后就跟那个美国的粉丝 聊了几天之后 就回来就特别下定决定 我问你决定 我跟他决定 然后问你决定 你就想说你得攒钱 然后培养他 就是曼可朗大学 然后要给他做这方面的工作 让他以后有这个想法 就怕他万一会大了 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那个朋友说他也很普通 国内普通的 他说了一个普通的二本大学 我都没听说过 什么河北 什么什么还是天津 什么什么 一个二本学校 我都没听说过 但是研究生 在美国特别认真的学习 然后出来之后 就找到一个 美国的一个科技公司 完全拿到绿卡了 但是找公司肯定不容易 拿到了拿到了 到底留学的话 留下来其实也很难 留下来确实不容易 但是人家在美国研究生阶段 就是用心学了 最终就留下来了 最终你看 生活明显质量高一些嘛 回国整天非这非那 一会儿要逛完西安 我听说要马上去广州 要看什么演唱会 然后反正明显感觉 就是自由自在一点 能稍微自由 比咱肯定自由自在多了 反正压力小一些 嗯 你们要问他 我那个 为什么有 就大学时候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出国留学 咱那时候上大学 就傻乎乎 周围的 家长 说出去读 好好读个书 所以你首先有点攒钱 然后再给他看洗脑 让他也出去 家里的环境很重要 因为他家里人就说 一定要出去读个研究生 最好就是可能就在那找个工作 有一个不同 不一样的选择 有可能他大了就不听你的 有自己的想法 你从小给他灌输这种思想 然后再给他准备好资金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下次见拜拜 拜拜